穿了出去的狀況 最後一個解錄的機箱尾 這張圖可以看得出來 在莫拉克之後 在南部地區的一個積水區破壞的狀況 這就是東溫水庫積水區的一個通罩 左邊這張圖是在颱風之前 右邊是在颱風之後 紅點的位置 這表示在風哈面積超過600平方公尺的位置 可以看得出來 颱風的前後有相當多的系統風哈面積 它的面積在增加的量大概有五倍多 從250公頃增加到1500公頃 這個是東溫水庫的狀況 再下一個 這張是南化水庫的狀況 這張圖更清楚 右手邊的部分是最新的一個空照圖 左手邊是從2005年2008年的變化 有很顯著的崩塌率 以及數量的增加 其次上游泥水庫的崩塌 它造成了水族涵氧的問題 這些下游的河道造成了大量的塔圖是對峙的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要趕快來做這個氫域的工作 這些河圖的氫域 因為它目前停留的位置還是在很多 還是在半個的系列區 所以未來的期間之內 這些狀況會持續提升 目前幾座南國地區的重要水庫的預計狀況 霧山頭水庫 南化水庫跟東溫水庫 預期地都已經超過台幅20 那在河道造臺風的時候 東溫水庫的一次颱風增加的預計量 高達97萬地方公尺 由原來的6.3的一個有效布隆 減少到目前增加不到5.1地方公尺 所以這幾座水庫呢 對南部地區的供水的影響 是很欠然的下跌 那其次由於山林的破壞 大量的沉默跟飄龍墓下跌 飄龍墓的部分呢 在建造水庫的這個取水設施的時候 它會影響到取水庫的安定 設施的一個損壞 那這張照片是飄龍墓的一個現場照片 上面的這張布是在東溫水庫的上游 這兩個點是同一個位置 那這張布呢 在東溫水庫的取水口附近 因為沉默曾在底下影響到設施的安全 它在取水的時候會造成漩渦 表示說底下層霧塞這個取水口的下游 那這張布呢 是讓各位了解 在南部地區我們的水庫 目前的貝源水量比較不足 主要的原因是 我們並沒有很多有效的這個庫路的水庫 那在這個南化水庫 跟高品液的這個兩個取水設施呢 在去年的颱風的時候 都因為受到了這些傷害 但是這張期間呢 因為沒有其他的貝源水源 所以在做處理的過程當中 造成了台南縣市 跟高雄縣市的大量的 用水庫呢 出現的狀況很強 那這張布呢 是跟各位表示 我們目前 汐水源的開發 因為遭遇到了相當多的困難因素 所以目前的估計 在民國幾百零五居左右 我們在高雄跟台南地區呢 都會有供水的缺口 那各在二十五萬噸左右 所以這些供水的缺口呢 在未來的期間之內 我們必須要趕快來凝固 甚至呢 要有一些貝源的水量出來 和以上的因素呢 所以目前我們緊急的 採取的措施有以下的幾項 首先必須要趕快 讓我們今年的訊息 去年的訊息 到現在的這個困難 供水量能夠無益 所以目前已經採取過措施 在供水設施的部分呢 大部分的地區各圈 才請電線減壓供水 但這個部分因為量比較少 所以民眾比較沒有感受到 那未來如果用水量還是吃緊的時候 或許第二階段的限制措施 會開始採取 那其次呢 在農業用水的部分 目前已經有 增溫水庫 跟南華水庫的關區 就是增溫 這個 江南水庫的關區 已經採取停管 讓他們院長去說明 另外我們也在 實施人工生理的作業 就是人造雨的作業 那事實上人造雨 我們在過去的幾個月 努力的嘗試 但是呢 因為最近的這個氣候形態 比較適合在北部地區 所以我們目前集中在北部地區 但是呢 等一下有一個報告 我們在三月份 要在南部地區 來嘗試人工造雨 那另外就是 必須要請各大 各單位 跟各縣市政府的首長 來協助我們 來做水業用水的宣導 接下來 那目前政府的工水形勢 從嘉義往來看 嘉義地區 因為有警罐的這個措施 所以目前農業用水的水量 已經提出 讓我們的工業跟民生用水 可以到六月底之前 也不會有缺口 那台南地區 原來 它是比較工業吃勤的地區 也是因為 配合停灌了以後 目前的工水呢 到今年的六月底在 水起來的之前 也不會有問題 下一頁 高雄地區 是目前比較吃勤的地區 那最主要的原因 是我 目前的用水量 也會在這附近的 당시 但是我覺得 沒有問題 在這附近的地方